主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小凡 真是出手不凡呢 我是大虫的室友 你今天为什么来呢 他俩的矛盾可能有一部分 因为我是起的嘛 今天来就是想把话都说清楚 那我问你 你跟我男毛大人什么关系 我俩就是普通朋友 那他的嫂妍是不是你打扫的 是我打扫的 那因为是你洗的爹的吗 是我洗的呀 大了糟糕多人的面 你也觉得混得出去 你也太有心理素质了吧你 怎么着 我怎么不能承认呢 你怎么不知道 你自己男朋友要打扫去了 你有男朋友吗 他有 不好意思 薇薇 那个 我其实并没有男朋友 我就知道你真的有意思 我之前问你 我就是想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有意思 你还骗我 他要心急了你 你就是在吵我男朋友了 薇薇你受了 你还欺负我 你要是这么不信男朋友 那分手吧 行了 小凡你也别吵了 你还能 那比赛俩分手 他就是来说我抢你的 他也不承认他抢我男朋友 你还不承认我再抢不起你了 我来的前面不告诉你了吗 你过来我是让你帮我解决事情的 你还跟他吵什么 这头发怎么会在他总监呢 就是那天我打扫房间吧 帮他 然后就是可能就不小心掉了 你看我头发挺长的对吧 你头发掉哪 你掉的挺是这样的 这个我就 他感觉是故意的 另外我问一下 你平时也穿这样吗 对 我喜欢这样的 你平时就是 你不喜欢我就算了 行了行了行了 你别闹了 我问一下你啊 小凡啊 跟他是合租的室友是吗 对 那你为什么会帮他打扫房间呢 因为那段时间确实是 大闯特别累 然后 微微也 也没跟我来打扫房间 我也有我的工作好吗 因为都像你啊 我没工作呀 大闯 怎么样 我的大闯这个人特别的会照顾人 就你认识大闯在先上 对 我认识大闯已经三年了 那你喜欢他吗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对 普通朋友 你们还要干这些 这告诉你们 我无私啊 你今天真的一点不感谢我吗 我求求你 说说你 我假的嘴脸吧 那大闯今天把你叫来是干什么 他想叫我来 就是帮他解释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就解释一下 对 微微 所以我来是跟你解释的 所以你别多吵 你们慢慢解释 那你说呀 来来来来 站在这 这是解释的地方 来来 站这 站在对面 来 你也学学人家走路的 姿态吗 对不对 他们俩之间的事 以及你的事 必须今天在这说清楚 接下来是大闯 和小帆的告白事件 我先说吧 说让我走了 你说 大闯 其实我今天来 我并不是说帮你大闯 来追回你朋友 就是说 我要走了 太好了 我知道 你知道我是一个女孩出来吗 然后她还挺放心的 所以 这次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我家人已经帮我iPad好工作了 甚至还有我的相亲对象 大船 是 我小帆是喜欢你 但你刚才为了不承认 我现在说了呀 我是喜欢你 小帆 你还 我之前觉得我对你做的那些 你先别 你先听我说完 我们想到你 不是你记不记得了 我刚来的时候 刚搬过来 工作没脚落 跟你们就在一起 有天晚上我发烧了 三十九度八 我浑身都在冒汗 听得特别容易 一点力气都没有 这时我妈打电话跟我说 兄弟儿 过得好不好 我说 你说好吗 我过得特别好 我朋友找我吃饭的 不跟你说了 赶紧把电话撂 我就怕我哭出声来 然后那天晚上 听得起来太难受了 隔壁那个小夫妻 还觉得我吵他们 给我撂脸色看 我只能躲在被子里 吵吵的活 那天晚上可能你 酒吧 晚上得早的 回来得也早 你听见我 会就过来 过来安慰我 你过来给我披衣服 过来 带我去医院 我没想到 你会这么想 如果那天晚上 没有帮我的话 我到会晚上就走了 不可能这个时候 再这么久 你这样 我感觉到这个城市 没有一点温暖的人 你知道吗 你是没想到 有点温暖的人 我告诉你 我是说你这么对你 是因为我有点羡慕你 我甚至嫉妒你 停什么呀 停什么 那种大伙子这样的男朋友 我什么都没有 哪一个女孩 你不是我软被子掉过来的呀 我什么都要 我自己去做 而你呢 但是我跟你说 我今下来 几个不是想抢她的 我真的要走了 所以 你们的事 我以后再也不能 去参与了 对不对 我觉得 你应该打赶自己的脾气 你应该对大伤好一点 你当上面 真的特别特别的累 他每天喝那么多酒 然后你早上 自己在浇化好她 然后倒一杯蜂蜜水 就被点酸奶昼 就要什么的 这好爱吃辣 就多吃点辣 这事以后 都是让你来做的 作为一个女朋友 这样的话不是 要带的吗 而不是每次都会 怎么办照顾你 行吗 爱情的基础 不是信任吗 你能信任她一点 我听完你这句话 我挺感动 但是我可能 真的只把你 当上面 行了 就不让你感动 我想告诉你 我今天讲这话 已经说得够多了 我自己有点放过 我真心 祝福你们两个人 我希望你们两个人 会好好走下去吧 话题都说明白 彼此多点吸引人 行吗 行了 别说了 我走了 再见 好 古格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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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